这位蛋白质女王对于2014年以前上高中的小伙伴们来说 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想 在高中生物必修一课本上讲述到蛋白质影响肌肉的章节时 插土里的蛋白质女王博士让猪头猪躯一阵 当年蛋白质女王凭借她迷人的微笑 曼妙的身材以及非常清明的百搭风格 在猪头心里落下了不可磨灭的意义 可以这么说蛋白质女王在猪头的学生生涯中的地位 绝不亚于王后熊薛金星张宇肖秀龙等教育剧 对于蛋白质女王的身份 网上一直流传这种说法 说蛋白质女王是女子界女界的霸主艾瑞斯克里 猪头一开始也被这个答案蒙住了 那上传了第一个视频 视频中认定了蛋白质女王就是艾瑞斯克里 但是很幸运有小伙伴给出了正确的特别文章 文章链接我放在了知情评论 当然我知道你们跟猪头一样都很懒 大部分人是不会去点的 所以猪头我就直接在视频里说了 该文章说蛋白质女王并不是艾瑞斯克里 艾瑞斯克里本人是一个称霸奥林皮亚小姐12年的剑美冠军 而蛋白质女王是另一位剑美前辈 网络上疯传的蛋白质女王是艾瑞斯克里的消息是谣言 其实我知道很多小伙伴们早就质疑了 一个白人脸型一个黑人脸型怎么会去投赢这人呢 但很遗憾 文章仍旧没有对蛋白质女王的具体身份进行解答 所以说蛋白质女王仍旧是一个神秘的女人 这大概可以列入学生时代的十大被解之谜了